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诉说 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心理分析学派 也就是弗洛伊德所创建的这个学派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我们的交流是有两个层面的 那么首先呢 所谓的两个层面的交流呢 就是意识和潜意识 那么一开始 这个想法之所以被提出来呢 就是因为 首先是因为心理分析学派比较迷恋这个潜意识 这当然是对的 我们有潜意识 也有这个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这些都不太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潜意识的活动 都是关于上床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从现在这个大环境 从整个的心理分析学家 所占整个治疗师的人数 已经不到5%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因为大家都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想上床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呢 并不是全部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想跟他妈上床 或者是女孩都想跟他妈上床 这是不对的 那么所谓的两个层面的交流呢 就是首先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 那么如果我们是两个人的交流的话 比如说在治疗师和病人之间 那就是意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交流 潜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的交流 同时呢 还有意识层面对潜意识层面的交流 以及潜意识层面对意识层面的交流 那么就算我们不是在讨论心理治疗 或者是甚至心理学 但是呢 我们每天每时每刻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在使用这两层交流 来传递不同的信息 那首先呢 意识层面的交流就很好理解了 也就是说话 我现在在跟你们说的 或者对着手机拿着自己嘚嘚嘚嘚嘚 这个就是意识层面的交流 对吧 思想 想法 以及通过语言的表达 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归接到意识层面的表达 那这个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就说话呗 对吧 那有意思的是 无意识层面的表达 那我个人呢 把这个 无意识层面所传达的信息 分成两个大的部分 一个呢 是所谓的化学的部分 还有物理的部分 按照我们一个一个讲啊 那么 所谓的化学层面的 无意识的信息传达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通过 味道 那现在呢 这些生物学家 已经发现了这个所谓的 信息素 叫Pheromone 那以前 我们只在昆虫的身上 发现了什么蝴蝶这种东西 它们传辟信息素 这熊安又他妈开始叫 哎 Loc deux 一十三 一 二十 以前我们只在昆虫的身上 或者动物的身上 知道有这个新极素的存在 但是现在科研究生物学家 也已经发现 我们人类也有 这个Pheromone 这个新极素 是通过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代谢产物 那么新极素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就是你在靠近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比如说在路上闻到什么味 你会突然间觉得 我好我很喜欢这个人的味道 或者说我很讨厌这个人的味道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味道 这香水其实不能算是这个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发明了香水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想让自己闻起来更好 更吸引人 但是呢 我们天生的这些本能的这些味道 传递了很多关于我们免疫系统的信息 你之所以会觉得这个人的味道很好闻 我就特别连练特别喜欢 或者这个人 尤其是胖的人 更容易产生这种比较 负面的味道吧 因为他们 因为肥胖 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 那当然了 这个咱们以后 再说 但是就现在来说呢 味道 传递了很多很多 关于我们免疫系统的信息 那所以 一个人 他的如果免疫系统 很好 他的身体很好 他的 比如说 他的身体很健康 经常运动 吃得很棒 睡眠很好 各方面都不错 那这个人 很自然的 他的味道就会很好闻 而如果一个人 他非常的虚弱 从来不锻炼 然后也不睡觉 天天喝很多可饿 然后又胖 那这个人 他的味道 你一闻 就 很 我们会很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的敏感 虽然可能 他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 但是我们会 很本能的 感觉到这种 微微的排斥 或者是 这种不太喜欢的感觉 那么除了身体本身的素质以外 我们的嗅觉 对于免疫系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侦测的地方 就是 这个 比如说你在找配偶的时候 你的配偶的免疫系统 跟你有多么的匹配 我们对于这个 非常非常敏感 因为这个对 我们生的孩子的健康团况 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这个匹配说的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这两个人的免疫系统相似 而是这两个人的免疫系统 要非常的不相似才好 为什么这样呢 比如说我和我太太 我没有啊 但是我和我太太 那如果我对病ABCD有抵抗力 他对比如说CDEF有抵抗力 那么我们俩生孩子之后 那我们俩的孩子非常有可能对 A B 那个弟弟 一也该回去 都有免疫力 可能有的多有的少 但是至少有比没有强 那同样的 如果我对ABCD 这四个病免疫 那我媳妇对X Y Z 然后V 这四个病有免疫力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孩子 就会很天然的 对这八种 八种 八种 病都有抵抗力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侦测 这个免疫力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不单单是为了我们 而是对于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孩子 那么就物理层面来说呢 那刚才咱们说了 有化学层面的 无意识信息传达 那现在说的是物理方面的 那其实所谓的物理方面呢 就是我们身体 肢体 以及整个肌肉 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那在上期视频里呢 咱们讲了所谓的微表性 对吧 那在我们经历一个情绪的时候 我们脸上的这些肌肉 是不是我不控制的 如果我们经历了 它一定会表现出来 那除了脸上之外呢 我们的身体 也一直无时无刻的 在说话 那我这儿有本书啊 叫 What everybody is saying What everybody is saying 就是我们的身体 在说着什么 那在这本书里呢 就很清晰的给我们解释了 我们是如何通过 所谓的身体语言 来传达不同的信息 那因为这哥们是一个 SBI的探员啊 他就是玩的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在审讯的时候 我在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 这个Light to me也是 那我在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 我可能传达出愤怒或者恐惧 那这个是微表性 但是同时呢 如果我察觉到了危险 我想要尽快地逃离 此地的时候 那么在这书里说 那我们的脚是非常诚实的 那在我们察觉到危险的时候 或者是你想离开的时候 可能你表面上 做得特别端正 对话什么各方面 意识的都没问题 但是你的脚会慢慢地转向 比如说最近的出口 而且比如说在约会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个 有很多人的时候 你的脚会很自然地 朝向你喜欢的那个人 那不应论说是 就是你爱的那个 就是特别有激情的那种 罗曼蒂克式爱情 那你可能觉得他是一好朋友 是一好人 那相对于这个 你觉得非常讨厌的这个人 你的脚也会很自然地 朝向你所喜欢的那个人 你更偏爱的那个人 那但是呢 这些所谓的身体的语言呢 都是一些短暂的 或者是顺势性的 那比如说我想要跑 那我跑了之后 那我就不再需要 把我的脚朝向哪了 对吧 那或者是我感觉到愤怒 那在这个愤怒的 情绪过去之后呢 我也就不再需要 去拉扯这些肌肉了 那么所以这就是 扯出来了 扯出来了 我们从身体的角度 第二个层面的信息传达 也就是 这怎么说呢 应该叫 比如说姿态吧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咱们90后或者80后都知道 贝贝加 那贝贝加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纠正这个身体姿态的 英文叫pasture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 长时间的肌肉的紧张 任何的肌肉 本质都是恐惧 而通常来说 我们对于这些慢性的 长期的肌肉劳损 我们是没有感觉的 那比如说非常常见的 从侧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就是一个人 他如果这样的话 这就是贝贝加 想要纠正的问题 你驼背 驼背的根源 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肌肉的 包括肩部 以及后颈的部位的 长时间的肌肉紧张 肌肉紧绷 你一直把时间绑着 那这个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在压抑着情绪 那我认为 这也是我们有这些慢性 关节病的根源 比如说肩周炎 颈椎病 腰椎病 这些都不是身体的问题 当然是身体的问题了 是生理上的问题 但是本质是因为你长时间的 让这些肌肉处于一个紧绷的位置 那肌肉长时间的紧绷呢 第一是劳损 对吧 这肌肉你不可能永远一直这样使劲 那背后的肌肉也不可以 那如果长时间的这样做的话 第一呢 是你在压抑情绪 那么从生理上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比如说骨头的病 或者是什么什么各种炎症 关节炎 肩周炎 颈椎病 腰腿疼痛 在我看来 他们的本质都是情绪问题 而不是生理问题 但是呢 这个呢 你要细说了 那就有点深了 那咱们以后 专门在开一期时间来做 但是呢 就现在来说 这种长时间的 肌肉的紧张 也在传递着很多很多信息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觉 比如在街上看见一个人 或者是随便 在工作场合 或者是同学 一个哥们 他要是脖子往往前探着 然后这样公腰驼背的 那你很自然的就觉得 这哥们是不是有点虚弱呀 或者这哥们就不自信 对吧 你就觉得这人 好像好欺负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 对吧 他不管是站 还是平常走路 或者是 演讲 或者是干嘛 随便干嘛 他挺胸抬头 对吧 为什么叫咱们老说挺胸抬头 因为这个所传递出来的 就是一个自信的身体语言 就是一个自信的状态 那么这个从进化的角度上 其实非常好理解 我可能以后还会做一个专门的 就是讲这些常见的防御性的身体语言的视频吧 但是就现在来说 所有这些防御性的身体语言 比如说 你两肩往中间缩 或者是驼背 或者是很多人他这样 他肩部往上缩 这些动作的本质 从进化的角度上就非常好理解 因为这些动作的本质 都是在保护我们身体的柔弱的 以及非常重要的器官 你这样做的时候 本质其实是在保护你自己的身体里 你整个身体 四肢不算 里的这些重要的脏器 肺心脏 这些都在我们的身体里 那你这样的话 你攻起来 这个本质 其实就是在 你想要保护自己 这些重要的脏器器官 肩部往上锁 这是为什么呢 保护脖子呀 你这样往上锁 你脖子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因为不单单我们知道 所有的动物都知道 脖子是最柔弱的器官 有很多很多神经血管气管 呼吸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这 那脖击也一样 你这么着一打 打这你走神经 或者是打这个咽喉 那非常有可能就一击低伤 对吧 所以我们往上损的这个动作 很多人不自觉的这么做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这是你在本能的保护自己 那你这么做的原因呢 可能是你 你虽然可能觉得自己非常安全 但是可能在周围的环境里边 家庭朋友学校 不管是什么吧 你潜意识地察觉到了 说有人在攻击我 有人在对我释放着愤怒 那所以才会导致 我们无意识地使用这些防御性的身体语言 或者身体状态 那如果你长时间地 处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你长时间地这样 你长时间地感觉自己不安全 一直在被攻击 那你就会一直这样 那你久而久之 这很好理解吧 你的肌肉 不管是腰椎 或者是颈椎 整个脊椎 这张图 那周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病痛 这长期的肌肉劳损所带来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些东西它的本质 其实不是生理上的问题 而是心理上的问题的原因 那所以如果 那同样的 如果你在尝试着 如果你一直这样 你尝试着舒展自己身体的时候 你必定会面对 你从来没有面对过的这些恐惧 也只有在解决了这些情绪问题之后 你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每个人都一样 才会自然而然地放松下来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跟大家白活了这么多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对于自己的理解 以及对于周围人的理解有所帮助 好吧 那不要忘了评论转发 点赞收藏 素质恩怜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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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summit Global 转发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